家庭主婦還有很難的事 還有什麼事 我覺得剛剛大家講了很多 就是跟小孩的 但我個人是覺得 在我家發生比較困難 是家庭分工的 尤其是跟老公 到底要怎麼分工 我覺得是一個 對 因為我有在工作 但是你要一個 因為我老公是男生 他本身個性就像大男孩 你要他去教小孩品德 教小孩作息 教小孩功課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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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好貼切 有時候看了 你會心急逮跳 然後還不如算了 而且他自己可能也認為 自己也做不來 他也不太會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女主外又女主內 家庭是看不下去的 那一個人去做的 因為其實沒有人規定說 幾天洗一次碗是對的 或是他洗三天 三天洗一次碗就一定是錯的 沒有這種規定 沒有對或錯 所以就是看不下去的人去做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我 像我自己就是乖乖每天去洗 因為我怕蟑螂 我就是不想要蟑螂出現 我就只好乖乖每天洗 然後垃圾就是趕快倒 就是有垃圾就趕快倒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好吧 這些清潔工作 然後教小孩的事情 他也都沒有辦法做 那買菜總可以了吧 然後有一次我就說 那個家裡沒有菜了 你可不可以去買菜 結果他就真的是去買菜回來 而且他的菜是 他買了 只有菜 沒有肉 對 而且他的菜是 真的都是綠色 他所謂的菜就是 綠色的葉子的菜叫做菜 他就買了大概八九包的 綠色菜回來 每一包都是綠色菜 然後沒有任何的什麼 一顆高麗菜也沒有 沒有 高麗菜黃色的就沒有 綠色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你怎麼會認為我們一餐 桌上要每一個 對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我有買啦 那你應該會大發飆了吧 但是你又不能真的 就是罵他 他會覺得你要求高哦 對 你拿去搞 對 而且你這種話 你也不能隨便跟朋友講 而且因為朋友都會回你說 你老公有買就夠好了 他至少有買 對 至少有趣 人家就會跟你講這種說 拜託 你要知足 你老公有去買耶什麼的 又變成我們不知足了 對 就會講到最後 好像都是我的問題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好吧 那算了 我這輩子只要是我能做的 只要我還... 我沒有睡著 對 只要我還活著 什麼事我能做我都做 我去煮家具 我去扛桌子什麼的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依依 依依很多事情 他就是都是自己找罪受 因為他家很大嘛 大概百來一坪這樣子 我第一次去他家 我真的嚇到 到底誰一百多坪的房子 會這樣弄 因為他太寵小孩 像你知道我們一般 我們有小孩的時候 小朋友不是很喜歡扭蛋嗎 小朋友愛扭蛋你會怎麼樣 就帶他去扭蛋啊 六十塊啊 頂多貴一點一百 二就帶他去扭蛋 到底誰會把扭蛋機買回家 而且不是買一台 是買整面牆 不是 太誇張了 你為什麼都帶電了耶 在他家 沒有 我跟你說 你們家都可以營業了 對 不是 我必須要修正你 幾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我不是從小孩 我是從老公 因為愛扭扭蛋的是我老公 然後他的生日禮物 有一次我就買了兩台扭蛋機給他 你知道他那個表情 開心到不行 他跟他弟兩個人在那邊說 太威了 怎麼可以收到這樣的生日禮物 你是不是會有點覺得 成就感是不是 對 被鼓勵到了 原來他們就是喜歡這個嘛 那喜歡的話我就買這個給他 所以其實我是從老公 不是從小孩 那我問一下你們家那四台 還有動物車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那個動物園 然後那個兒童樂園 不是有那種投石塊 小朋友可以繞一個廣場那個嗎 不會吧 誰會把他帶回家 他把動物車搞回家了 他搞四台 我跟你說 你又說錯了 你又說錯了 我家不是四台 我是十台 十台 你說說看 因為小孩是會長大的 那時候我小孩又還小 然後大的你看 是不是大人也可以騎 我媽也可以騎得很開心 所以你媽可以騎那去買菜 不是 你聽我講原因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買 因為當初我們去賣場的時候 他的限定 我記得好像是 大概十分鐘就要五十塊 小孩不可能十分鐘就結束了 對 你三十分鐘就要多少錢了 一百五啊 然後如果你再多騎一點 而且我又三個小孩 你每一次去就是好幾百塊 因為他比較划算 你CP值是買回家 對 因為他們每一次騎的話 如果在外面就是開始花錢 可是他們在家其實就是賺錢 我就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滿值得的 是 來 下一攤 好 身為超人媽媽 依依妳的強項在哪裡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媽媽一定要很會買 所以我算是 這個很重要 對 就是如果你買東西 你就多計較一點 然後你多比價 因為自己有家庭了 所以我買東西 我更需要去好好的貨比三家 不過老實講 貨比三家這件事情是 有時間的人在做 我有一次就是為了想要買一雙鞋 然後我就看到別的平台 賣得比較貴 然後我就在某個 購物網站的平台看到 它賣比較便宜 然後我就買了 結果沒有想到我買的之後 我發現 寄到家裡來 我才發現它是假的 對啊 真的假的 好討厭啊 不是 你就會覺得說 你要怎麼去預防 然後我就上網去查 我才發現其實有很多 網路上面的網友 都有在教大家說 怎麼樣可以預防自己買到假貨 而且你要可以買到便宜 又安心 那他們其實有滿多人 都共同推薦了一個網購平台 是百分之百可以安心 但是你又可以買到很划算 這個一定好好推薦給大家 對 這好重要 大家需要 這個比 搜納重要多了 真的 真的 媽咪 所以妳看都請 搜納太重要了 因為其實你看 我現在桌上這些東西 但我現在身上的衣服 以及我後面的這些 你看 這個衣服好像還在看 很好看耶 對 很好看對不對 好可愛 這個也是去那個平台買的嗎 對 我全身上 像一家大小的東西 都是在那個平台賣的 鞋子很深 你看那一雙鞋 我就一直在看 我好看鞋子很深 對 我這雙鞋 我一來攝影棚 好多女生都在講說好好看 所以其實你看我 連郎滿目啊 對 包括我身上的衣服 還有這個包包 還有包包 還有肚子 還有肚子 對 這麼多 原價大概多少 大概三萬五 還可以更便宜 我在那個購物平台買到更便宜 因為妳說原價三萬五 三萬六已經算便宜了 還能夠再便宜 還可以再便宜很多 對 來 省下多少錢 九千 什麼 所以妳總共花多少錢 三萬五減九千 對 大概兩萬六千多塊錢 好厲害 妳剛剛是覺得三萬五 就很便宜了 是不是覺得比收納厲害 好厲害 是省小錢 是省大錢 可是這麼多鞋子 對 而且其實那個購物平台 厲害就在於 它不是只有買到女生的東西 那個購物平台 它的名字叫做 Zalora Zalora 對 Zalora 我常常看到這個 對 常常看到 它其實橫跨了亞洲 有七個國家 而且他們總共有三千多家的品牌 都在他們家的購物平台上面 可以買得到 它可以算是現在 所有的潮流 時尚品牌的購物平台的首選 所以其實你看 像這邊有很多 你都 你都任何的品牌 你的藝人 所以一些品牌都有嗎 對 對 所有大品牌 對 MANGO 還有 TORYBORCH 對 還有像 對 你剛剛有講一些 青色的品牌也都有啊 所以我覺得它厲害就在於 它不是只有我們女生的東西 像我剛剛說的 老公的啊 小孩的啊 一家搞定 都可以是真的 它怎麼用 還有香水 那些的也都 我都也可以在上面買 而且其實他們現在有APP 它就是你不一定 對 你不一定要上他們的官網 你就用APP下載下來 就可以了嗎 對 我現在就從我的手機這邊 然後找到他們的APP之後 點進去之後 就進入到他們的 什麼時候就可以買的 對 所以就可以買的 看阿倫拉 阿倫拉 六折 台灣也有耶 太可怕了吧 他們的品牌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 MANGO也有耶 它這邊有女裝 男裝 國際景品 男裝 NSPAY也有 對 很多牌子耶 像你剛剛講的這些 台灣賣四五折 就是媽媽的 小孩的都有 還有COTON 年輕的也有 都是有名的品牌 都是有名的 我這樣看就好想買了 好不好 你讓我還嚇到 我看要怎麼 對 你看它這邊會直接寫說 譬如說MANGO 它就是低至四折 真的 然後還有低至兩折的 兩折 對 然後它下面有非常多的分類 你可以依照你的分類去選 對 就是大品牌也都有啊 然後它甚至會有一些主題 譬如說換季的 換季 然後或者是譬如說 直接分折扣的或分品牌 你很好找 我覺得更... 還有彩妝 彩妝也有耶 更厲害的是 其實你知道它下面 如果你不會傳達 沒有關係 對 它幫我們配 對 它幫你用主題 我覺得真的不錯 什麼帥性 跳性 你又什麼都不知道怎麼配 然後它會給你一些感感這樣子 所以這家其實我覺得很方便 這個平台你只要點上去 你就很知道自己怎麼買 而且重點是它價格超優惠之外 它是 不會像你之前就買到假的 不會來到假的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你就直接閉眼下手 因為你知道你買到的是便宜 又是正貨 而且他們家其實活動很多 所以他們家很多的優惠活動 你就是常常關注 甚至可以買到一折的都有 一折耶 一折 那如果妳買回來 然後不合身怎麼辦 它是可以退的 對 它是好棒 所以它也有三十天 三十天的免費退貨 對 如果你加入VIP 它還可以讓你就是 一年不限任何的金額 也不限次數 你都全部可以免運費 寧願免運費 對 寧願免運費 就差很多 對 差很多 因為其實畢竟很多大品牌 有些是從國外寄過來的 對 對 這個可以省 現金回扣有嗎 有 現金回扣 還有 現金回扣就是等同於 你就是得到現金嘛 所以你買越多就會越省 優先獲得一些就是超值的福利 例如好了 就是雙十一大家是不是就是 蓄勢待發怎麼樣買東西 對 但是有一些它是有檔情的 譬如說幾月幾號活動才開始 但是如果你可以成為VIP的話 比那個檔情活動正式開始之前 先買 先買到 你有去先買 想先買 這個很重要 怎麼結帳 結帳會麻煩嗎 不會 它結帳完全不會麻煩 就是你想得到的什麼貨到付款 或是用電子支付 LinePay有嗎 也可以 LinePay也有 LinePay也有 這個可以 幾乎各家銀行的信用卡都可以 對 所以它就是非常方便 對 所以我一整天 其實在上面逛一逛 可以耗掉很多時間 可是你要想 你這些買到都是賺到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買 要先下載著Laura的App是不是 對 你要先下載他們的App 然後其實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在你的手機裡面 直接做點選 對 太危險了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送食要來 送食要來 千萬不要讓老婆下載這個 對 老公會大思選 不能這樣下產 他去外面週年慶思選更大 對啦 這裡還沒問題 這個比較便宜 我覺得現在老婆們 應該都用這種App 然後把你老公的信用卡 存在你的App裡面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買東西 因為他看到這個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就以為是他自己買的 反正老婆一定要購物 那不如下載這個 為什麼呢 比較便宜 還比較省 而且換季 你不可能不買衣服 既然都要花 還不如省一點花 而且像現在雙十一 他們有很多的優惠 最高可以有一折耶 大家下載起來吧 好 趕快下載著Laura 太好了 這個太實用了